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左传上说 下雨 伤汤 罪得自己 因此 德行智慧能力不断提升 自然人心凝聚 他们的国家勃然兴盛 下劫 伤咒 怪罪别人 因此 自身过恶不断增长 自然人心离散 他们的国家迅速灭亡 由此可见 使国家常治久安的根本 在于君主自身 那我们看一看 雨汤是怎么样 遇事责怪自己的 雨王有一次出门 遇到了一个罪人 他便下车 询问了状况 并且 为之哭泣 左右的人看了 就大惑不解 说 这是犯罪的人 自己不走正路 所导致的 君王 您何必如此的伤心呢 雨 他是怎么回答的呢 他说 在尧顺时期 人们都以尧顺之心为心 但是到了我当了国君 百姓都以各自的私心为心 各自啊 以自己的自私自利 态度 处事 待人 接物 私心生起来了 我为此 感觉到伤痛啊 那么汤王呢 我们上次讲到了 汤王说 正宫有罪 无以万方 万方有罪 罪在正宫 正是因为雨汤 他们这些圣王 遇到事情都能够 反求诸己 有这种责任意识 所以才能够把天下 治理好 同样道理 我们的一个团队 一个公司 一个企业 领导者遇到了问题 也要能够以这样的态度 来反省自己 我哪一个地方 做得不够尽心尽力 不负责任 我哪些行为 给下属做出了一个不良的示范 和引导 实在讲啊 下属都没有过失 下属的过失呢 都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领导 没有起到军亲师的责任 所以领导者 是否能够率先垂 犯以身作则 对于一个集体的昌盛发达 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衰逝之主 就是使国家衰落的 漠逝的君主啊 他们处事待人的 接物的态度 恰恰相反 比如说在淮南子上就记载 他回顾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啊 就说啊 夏捷王 他不关心朝政 放荡没有节制 结果汤王起兵 就把他关在了礁门这个地方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 夏捷还是不能够反省自己 不认为自己有错 反而后悔自己当初啊 没有在下台把汤杀掉 商周王也是如此 商周王也是不离朝政 一天到晚饮酒作乐 不离百姓的疾苦 还制造了炮烙之行 残害百姓 后来周五王 把他困在了宣誓 到了这个时候呢 他还是没有反省自己的过失 而是后悔自己当初啊 没有在游礼这个地方 把五王的父亲 文王给杀掉 所以你看看这些末代的君主呢 他已经走到了绝路了 遇到了灾难的时候 他还是不知道反省自己的过失 还是在怨天尤人 所以能否反求诸己 还是呢 遇到事情怪罪别人 这是一个盛世之主和衰世之主的重要区别 所以在这里他强调说 掌民治国之本在身 一个国家没有得到治理 一个团队带不好 原因在哪里呢 就是在于领导者自身 在中论上啊 也这样提出 故人君苟修其道义 招其得因 慎其威仪 慎其教令 行无颇辟 慧泽拨流 百官乐职 万民得所 则贤者养之如天地 爱之如亲戚 乐之如熏迟 亲之如蓝芳 故其归我也 由绝拥导至 住之大赫 和不治之有乎 这句话比喻得很形象 意思是说啊 如果君主 领导者 能够修明道义 彰显自己 美好的声誉 谨慎自己的言语 威仪 审慎地施行 教化和政令 刑罚没有偏颇 斜辟之处 恩责广泛的流布 百官都能安于 自己的本分 以尽职尽责为乐 万民各得其所 安居乐业 那么贤得的人 敬仰君主 就像敬仰天地一样 爱戴君主 就像爱戴自己的父母亲人一样 快乐的就像听到了 熏迟 合奏 产生的美妙音乐 愉悦的就像闻到兰草的芬芳 所以贤得的人 纷纷归附 这就好像是刚刚开闸了的洪水 流向山谷那样的顺畅 哪有贤得之人 不来归附的道理呢 所以关键关键的问题 根本根本根本的根本 含在于领导者 本身是否具有 美好的德行 那我们再看第三十句 孟子告 齐宣王曰 君之士臣如手足 则臣士君如复心 君之士臣如犬马 则臣之士君如国人 君之士臣如土戒 则臣之士君如叩仇 负心就是肚腐与心脏 都是人体重要的器官 国人就是路人 一般的陌生人 土戒是指泥土与草戒 比喻为不足爱惜的贱物 叩仇就是仇敌敌人 孟子告诫齐宣王说 君主看待自己的臣属 如同自己的手足 那臣属看待君主 就如同自己的负心 君主看待臣属 如同犬马 臣属看待君主 就如同陌路人 君主看待臣属 如同臣属草戒 那臣属看待君主 就如同仇敌 那么这一句话呢 其实啊 联系到我们现在的企业状况 就非常好理解了 这个君就是领导者 这个臣就是被领导者 领导者把被领导者 向老板把员工 看成是自己的手足一样 加以关爱 那么员工对老板的回馈是什么呢 就像我们看到苏州顾德的企业 老板把员工视为家人 那么家人呢 也会非常感恩 爱护他们的领导者 整个企业呢 就像一个大家族一样 相亲相爱 所以啊 被领导者会把领导者当成是 心腹一样 更加的真实 相反 这个老板认为啊 我给你钱了 你给我出力就好了 把他当牛做马的来使唤 忽来换去 又不尊重他的人格 那么下了班之后呢 这个员工在超市里遇到了老板 都是什么样的表现呢 都是一低头 装没看见 就过去了 就像看到了一般的国人 一般的陌生人 没有太多的亲密 更有甚者 老板者把这个员工啊 雇佣来了 连他最起码的生命安全 都不能够保证 把他的生命 视为泥土和小草一样的低贱 不值钱 可以随意的践踏 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这个员工说起老板的时候啊 都是这样的态度 说我们那个老板呀 简直就是个吸血鬼 甚至连吸血鬼都不如 甚至是像仇敌一样 加以痛恨 所以为什么有员工 要去示威 罢工 游行呢 你看 双方的对立呢 使之成为了仇敌 感觉到啊 这个仇啊 不共戴天了 所以才去罢工 游行啊 搞对立 矛盾 纷争 那么这个呢 就是领导者 对被领导者的 不同态度 所导致的 所以古人说 一个好的领导者 应该同时具备三个职能 那就是 坐之君 坐之亲 坐之师 你不仅仅要领导他 管理他 当他的领导者 还要像父母 关爱儿女一样 关爱员工 做他的父母亲人 那我们想一想 父母亲人 是怎么对待我们的呢 当这个天气寒冷的时候 如果家境贫寒 父母宁愿自己挨冻 也要让儿女穿暖 父母宁愿自己挨饿 也愿意让儿女吃饱 那领导者 对被领导者 也应该有 对儿女这样的 关爱态度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要做他的老师 教导他做人的道理 那我们也看到 现在很多的父母 对儿女啊 是有求必应 像观世音菩萨一样 但是儿女却没有感恩之心 反而认为父母的付出 是天经地义的事 那是什么原因呢 那就是因为我们 没有用正确的方法 来教导他 爱之不以道啊 是足以害之也 所以呢 一个好的领导者呢 具备了这三个条件 才能够把员工啊 带好 把属下带好 在吕氏春秋中也说 行德爱人 则民亲其上 民亲其上 则皆乐为其君 死矣 君主能够有德行 真心实意的爱人 那么人民 就会亲父其上 人民亲父其上 那就都愿意去 为他的君主 笑死 连自己的生命 都可以不顾忌 那么在群书之药上呢 就有这样一个典故 说这个赵简子啊 有两批白色的螺子 他非常喜欢 结果阳城屈徐呢 是广门的一个小官 夜晚来求见他说 我是您的臣子 虚渠 现在得了病 医生告诉我说 如果能够得到白罗的肝 病就可以治好 如果得不到 就得等死 禀告的人就去通告赵简子 赵简子说 杀死一个畜生 可以活一条人命 这不是仁义之事吗 于是啊 就招来了厨师 杀了白罗 取得肝脏 送给了阳城 虚渠 结果没过多久啊 赵国兴兵去攻打敌族 而这位广门的官吏呢 带着左部七百人 右部七百人 奋勇争先 登上城池 斩获了敌军将领的首级 那么这一个小官之所以有这样奋勇争先的态度 就是因为他的领导者呀 赵简子 能够呢 以仁爱之心对待他 所以君主如果能够以诚心爱心 对待自己的属下 属下才会竭尽全力的侍奉君主 这靠的是啊 以心换心 完全是自己的真诚所感召的 那中论上也说 故民主之得贤也 得其心也 非为得其屈也 什么意思呢 说明智的君主得到贤财啊 是得到他的心 而不是得到他的身 如果身在曹营心在汉 那他对你也没有太多的帮助 所以领导者对待下属 关键的是要做到 用真诚心来感化 来感动 而不是靠什么权谋啊 掠师 小记啊 等等 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啊 玉让在晋国做治疗的家臣 治疗被杀了 玉让呢 就费尽心机的 要替他报仇 他的朋友就问他了 他说以前啊 您也侍奉过犯事 也侍奉过中行事 但是他们被诸侯灭亡之后 你并不想着去为他们报仇 可是现在治疗被人灭亡了 为什么你就一定要为他报仇呢 玉让怎么回答的呢 他说啊 以前的饭事中行事 在我寒冷的时候 不给我衣服穿 在我吃不饱的时候 也不给我食物吃 他们只是以一般世人 也就是一般读书人的礼节 来对待我 那我呢 也是以一般世人的态度 来回报对待他们 但是到了治疗这儿 就不一样了 我吃不饱的时候 他就给我食物吃 我穿不暖衣服 他就给我衣服 在朝会的时候 他一定特别的尊敬我 他是以国事的待遇 来礼遇我 也就是以国家最高 最尊贵的读书人的态度 来礼遇我 所以怎么样呢 那我也一定要以最尊贵的 读书人的态度 来回报他 所以一定要为他报仇 那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当然我们学了传统文化呢 心量要扩大 说恩欲报怨欲望 报怨短 报恩长 对别人 我们之间的仇恨呢 不要念念不忘 还要想着去打击报复 因为冤冤相报 没完没了 那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学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即使像豫让这样 被称为国家贤士的人 也都是以君主对待他的态度 来选择回报君主的方式 那对于一般人而言呢 就更加如此了 而且这也是人之常情 因为人家对我好啊 我们一定要受人滴水之恩 长死永泉相报 所以以别人对待自己的态度来回馈 这也是人之常情啊 那么贤明的君主呢 明白了这个道理 就一定要自己去结交 并且礼敬贤德之人 这样才会真正的拥有 古功之臣 把国家治理好 那么在说院上有一个故事啊 也给我们讲了类似的道理 这个故事讲的是 孔老夫子的弟子子健啊 有一次孔老夫子就问子健 说你治理善府 大家都感觉到很高兴 非常满意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 密子健回答说啊 我对待百姓的父亲 如同对待自己的父亲 对待百姓的儿子 如同对待自己的儿子 同时我还体恤孤儿 老百姓有困难的时候 比如说有丧事的时候 我都为他们感觉到哀痛 孔夫子听了之后说 你已经做得不错了 但是只做到这些还不够 密子健接着说 我像对待父亲那样 对待的人有三个 像对待兄长一样 对待的人有五个 我结交的朋友有十一个 孔老夫子听了说 像对待父亲一样 恭敬对待的 有三个人 可以教导百姓笑了 像对待兄长一样 对待的人有五个 可以教导百姓 替了 替啊就是有爱兄长 结交的朋友 结交的朋友有十一个人 可以教导百姓 好学了 这个朋友啊就是同门约朋友 同志约友 那都是可以切磋 琢磨 到的人 所以你结交的朋友 有十一个人呢 可以教导百姓 好学了 但是这儿 这些呢 还不足够 这是中等的善事 只有中等的人 会归父 密子健听了之后又说 在百姓之中 比我贤德的人 有五个 我对待他们非常恭敬 他们教导我治理好国家的方法 孔老夫子听了之后 赞叹说 想成就大事的人 秘诀就在于此了 以前姚舜 都是非常谦恭的对待臣下 这样才招来了贤德之士 帮助他治理国家 所以能够尊敬贤德的人 举用贤德的人 这才是百姓的根本 贤明的关键 可惜啊 你治理的地方太小了 如果你治理的地方大 那么你所取得的成就 就可以与姚舜相提并论了 所以你看呢 子健靠什么 能够达到不忍期的境界呢 把善辅致力的井井有条呢 其实就是靠他尊敬 比他贤德的人 他没有啊 嫉妒之心 他也不怕别人的影响 超过自己 他是全心全意的 想把这一个地方治理好 所以特别恭敬贤德的人 自己很谦恭 对贤德的人很恭敬 那么贤德的人自然也会 抱之以啊 节中尽至 一定会啊 竭心 竭尽全力的来回馈他 这就是尊敬贤德的效果 那么相反 如果身边有人才 但是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尊敬 那么即使是真正的人才 也不会节中尽至 同甘共苦 可以和你同富贵 但是不可以和你共患难 在《韩石外传》上呢 就记载着这样一个典故 宋宴啊 在齐国做宰相 结果被驱逐了 回来之后 他便召集门卫 陈饶等26个人说 诸位大夫 有哪些人 愿意和我一起 去投奔其他的诸侯国呢 结果啊 陈饶等人都扶在地上 没有人回答 宋宴就说 哎 太可悲了 为什么士大夫容易获得 但却难以使用呢 陈饶回答说 并不是士大夫容易获得 而难以使用 是您不能够正确地安抚他们 宋宴说 您这话怎么讲 陈饶说 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吧 您给世人的心凤 是三斗的鼠祭 他们连养家糊口都不够 但是您家的野鸭大业 却有吃不完的粮食 这是您的第一个过失 您家的果园里 种满了梨子 栗子 后宫的妇女 用这些果子互相投掷 但是世人 却从来没有尝过一颗 这是您的第二个过失 您家的绫罗绸缎 华丽的装饰在 厅堂之上 随风而破败 但是世人 却不能够用他们 做自己衣服的滚边 这是您的第三个过失 钱财是君主您所轻视的 而生命是世人 所重视的 您不能够付出 您所轻视的东西 却希望世人 能够付出 他们所重视的东西 这就好比 您想做的是牵刀 牵制做的刀啊 它的刀质非常柔软 不锋利 却希望它有干将的用途 干将呢 就是古代的明鉴 非常的锋利 你本来想做牵刀 这个刀质很柔软 但是却希望它很锋利 这不也是很难办到的吗 宋燕一听啊 就知道自己错了 因为他不能够和世人 同富贵啊 不能够对他们呢 很重视 给他们生活上足够的供养 还有人格上足够的尊重 那怎么可能和你同患难呢 在典语上呢 他把君主和臣子之间的关系呢 做了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 说良好的君臣关系 就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一体的关系 他说 福君称元首 臣云古功 明大臣与人主一体者也 古代的人把君主称为头脑 把臣子称为腿和胳膊 也就是四肢 这就表明大臣和君主是一体的关系 确实是像一个身体 谁也离不开谁 互相配合 互相信任 姚明俊德 守卫以人 所以抢四肢 而伏体也 其为己用 其戏也在 姚帝啊 能够明了辨别 德才兼备的人 并且让真正的人才 去担任官位 所以他强健了四肢 也就能够辅助他的身体 这样对自己的帮助 怎么会小呢 苟非其选 气不虚戒 苟得其人 为之无疑 君之认臣 如身之信手 臣之士君 亦宜如 守之机身 如果一个人不符合选拔的标准 不是合适的人才 就不要白白的 授予他官位 如果这个人 是值得信任的 德才兼备的人 那就任用他 没有怀疑 君主任用臣子 就像身体信任 他的手一样 臣子侍奉他的君主 也就像这个手 触摸他的身体一样 安则共乐 痛则同忧 他们共享安乐 共同患难 确实是一体的关系 谁也离不开谁 那么这样一种 良好的管理方式 良好的君臣关系 被韩国人 觉得非常彻底 怎么表现的呢 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 因为老板呢 遇到了资金流通的困难 拿不出工资啊 给员工发薪水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 西方的企业 出现了什么状况呢 西方人是一种 对立的思维 员工和老板 是对立的关系 你不给我发工资 那对不起 妨害了我的人权 所以就会罢工 示威 游行 至少也会纷纷跳槽 不在这一个企业工作了 但是韩国的工人 是怎么做的呢 他们不仅没有去罢工 示威 游行 反而把他们平时的积蓄 存款都拿了出来 交给了他们的老板 他说老板呢 这几十年来 我们之所以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养家糊口 都得益于您 对我们的关爱 现在企业遇到了平静 我们愿意和您同舟共济 共渡难关 这些钱 请您先拿去用 等企业经营状况好转之后 再说 因为如果企业倒闭了 那我们几千员工的生计也就没有着落了 那我们看一看 为什么这样感人的一幕 没有出现在儒家文化的发源地 对中国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在改革开放 五四运动 十年文革 以后啊 我们对西方文化呢 是非常的崇尚 对自己的文化 却丧失了自信心 结果导致的是一个 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 要去向一个有两百年历史的国家 学管理 那么学到最后呢 我们的这个企业啊 遇到倒闭啊 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 也会像出现像西方员工的表现了 而我们再看到韩国员工这样感人的举动 都觉得不可思议很难置信了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按照自己的文化 去做企业 去做管理 所以啊 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 确实不应该啊 盲目的像一个有两百年历史的国家 学管理 那么这个呢 就是韩国的企业呢 把这种军人沉重的理念 运用到企业之中 结果呢 企业呢 员工和老板的关系 非常的和谐 都是一体的关系 当然我们看到呢 在师父上人的倡导之下 现在中国的很多企业家 也用地子规 用传统文化 治理企业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苏州固德企业 还有北京的胡晓琳董事长 他们把弟子规的学习 传统文化的学习 运用到企业管理之中 结果呢 确实使企业变成了一个和睦 幸福的大家庭 那我们再接着看下一句 第三十一句 景宫问燕子曰 父民安众难乎 对曰 义 劫御则民父 众乒则民安 行此两者而义 这一句话呀 出自群书制药卷 三十三 燕子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齐景宫来问燕子说 要想使人民富足安定 困难吗 燕子回答说 很容易 君主节制贪欲 就会使人民富裕 公正判案就会使国家安定 做好这两件事就够了 劫欲则民富 从这里我们看呢 在古人看起来 什么叫富民呢 并不是像我们现在所做的 一味地去拉动内需 刺激消费 单纯地追求GDP的增长 人们才会富裕 其实单单追求GDP的增长 而不能够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 财富还是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 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的富裕 而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 还会导致贫富差距过大 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 还有呢 刺激消费 会导致资源浪费 生态恶化 环境破坏等 一系列严重威胁 人类前途命运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新闻报道呢 现在的天灾人祸呀 越来越多 特别是很多自然灾害 看起来是自然的 实际上并不是自然的 都是和人过分的贪欲 联系在一起的 那么现代西方人呢 处理环境问题呀 他们采取的方式呢 有市场经济调节的方式 有法律调控的方式 但是这些方式呢 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 最后找来找去呢 他们认为 必须回到中国传统如世道 环境伦理学当中 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 也就是必须要改变 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 重新认识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那么老子呢 曾经给我们提出啊 他说我有三宝 哪三宝呢 一约辞 二约简 三约不敢为天下先 词就是仁慈 简就是凡事要有节制 不能过分的放纵欲望 过分的奢侈 不敢为天下先 处处呢 就要谦让 退让 礼让 那么这个简 仍然是我们现在啊 能够处理好环境问题的关键所在 康熙皇帝啊 曾经颁布了16条圣誉 来教导百姓 其中有一条 就是上节俭 以息财用 那么在这一条中呢 他尤其强调 开其圆 由当 节其流 也就是我们不仅仅要知道 去生产 聚集财富 不仅仅要 扩大再生产啊 就是 聚集财富 还要懂得节俭 节其流 这样财 财不可生用也 这个财富财用 也用不完 那么礼记上呢 也有这样一句话 说国奢 则是之以俭 国奢 则是之以礼 孔子为礼 与其奢也 宁俭 如果这个国家呀 奢侈之风盛行 就要教导人们 宠上节俭 如果这个国家太简朴了 简朴的有点过分了 就要视之以礼 就是要让他懂得 符合礼的节度 也就是也不能过分的节俭 过分的节俭 会给人以吝啬的感觉 特别是有客人 外宾 来访的时候 我们要代之以礼 我们平时自己可以很节俭 但是招待客人的时候啊 还是要符合礼的规定 这样才让客人感觉受尊重 不施礼 孔子说 礼 与其奢也 宁俭 这个礼啊 与其考得太奢华 浪费 宁愿节俭 这些都告诉我们呢 节俭 是礼的根本 前一段时间呢 国家的奢侈之风盛行 有一些领导干部啊 竞相鄙视 穿名牌 坐高档轿车 住豪华别墅 吃山珍海味 穿绫罗绸缎 坐宝马乡车 面对这种越来越严重的奢侈之风 习主席啊 上任之后 就提出了 中央政治局常委 要遵循的八项规定 这就是啊 视之以简的要求 而且他自己从自身做起 身体力行 给大家做出了一个节俭的榜样 引导整个社会 不要去纵情 攀比 要节制欲望 那为什么要节制自己的欲望呢 在康熙皇帝的十六条圣誉中 就提到 暴殲天物 则必招天谴 浩度民财 则必招民怨 纵欲败渡 殃祸 利治 如果对于自然界所生产的物品 物产 不很节俭 而过分的消耗 结果一定是有灾祸的 所以领导干部啊 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 对于习主席的号召啊 一定是啊 非常的拥护 非常的响应 这不仅仅是对国家有 帮助 对自己啊 更带来了无比的利益啊 在明代啊 就有这样一个例子 有一个人叫张慕之 他们家世世代代 都是对国家有功勋的人 拥有的资产不计其数 他过着连王侯都比不上的 豪华骄纵的生活 就连他的婢女 都穿着锦衣绣服 奴仆也穿着旗裸 妻妾穿的用度 就更加的奢华了 奢华到什么程度呢 拿绫罗绸缎来铲脚 拿脖来做抹布 丝毫都不觉得可惜 他们家啊 有一个巨景园 春天牡丹花一开 用各种奇异的景观 构成了一个五亩大的棚子 用彩丝做绳 聚集了机械一百余人 来歌舞饮酒 含曲名为 百花同春会 每唱一曲歌 就赠给娟良品 有一位客人看了之后啊 就劝告他 说 过去寇来宫 身为宰相的时候 让歌迹陪酒 赏他灵一匹 有识之事 就讥讽他奢侈 做了一首诗说 一曲清歌 一束灵 每人游自 一贤清 意思是说 有人唱一首歌 就赠给他一束灵 被赠的人 还觉得这个馈赠 太轻微了 可有谁知道啊 这一匹灵 是织女在织窗下 拨动了多少次梭子 才把它织成的呢 寇来宫听了这首诗之后 就很后悔 而明宫 您的爵位 还不及寇宫 用度啊 不应该太过分 太奢华了 结果 张慕之听了之后 哈哈大笑 他说 来宫是一个穷酸汉 他哪里能和我 相提并论呢 你看他的傲慢呢 让他听不尽 良言 相劝 到了冬天的时候 他就剪彩筹为花 用彩色的筹字 剪成花 挂在树枝上 旧了之后呢 就再把它换下来 换成新的 每年的采筹费用 不可生计啊 可是结果怎么样呢 就这样 没过几年 张慕之就死去了 而家里又被清算 最后啊 他的妻妾 都穿破鞋 向人要一尺一寸的布丝 人家都不给他 这就是抱铁天物 最后得的灾殃 所以这里讲呢 抱铁天物 则必招天谴 好度民财 则必招民怨 纵欲败度 殃祸 利质 所以一个人一生的福分呢 他是有限的 该吃多少粮食啊 该有多少花费 都是一定的 如果过分的奢侈浪费呢 就过早的把自己的福分 给消掉了 所以我们不读圣贤书呢 不知道奢靡之害 对自己带来的灾害 那么现在总书记啊 这样明智 让大家呢 要反对奢靡之风 倡导节节 这个应该啊 得到大家一致的拥护 像在历史上啊 这样的例子其实很多 比如说蔡经 在执掌国政的时候 他的饮食用度 都非常的奢侈 他用人乳喂猪 用芝麻喂鹅鸭 用绿豆喂牛羊 还经常用珍珠八宝煎汤做菜 煮沸过几次之后 就把它给扔掉 另换新的 每一次宴请客人的一盘菜 就值中等人家一家的家产 从这里你看他有多么奢侈了 一盘菜啊 就等于中等之家 一家的家产 可是菜经 还嫌不够美味 他还不满足 觉得没有什么可吃的 结果上行而下笑 他有一个家人叫翟谦 士大夫们都称他为云丰先生 也是浪费无度 与菜经差不多 有一次啊 他在年底宴请朝臣 客人约有五百多人 厨师浸上汤来 结果有一个客人啊 随便说了一句 鸭舌做汤 既鲜美又补养 翟谦看了看左右啊 就微微的示意了一下 他的下人马上心领神会了 结果没过多久啊 就为每一个人端上一碗鸭舌汤 每个碗里呢 有三只鸭舌 客人看了之后都惊叹不止 和翟谦关系比较好的人 就细言说 这还不够 能再添一些吗 翟谦回答说 既然有心请客 还怕大度汗吗 于是就派人快快添上 每个人又添了一碗鸭舌汤 这个时候有良心啊 有同情心的客人 都不忍心再吃了 放下了筷子 翟谦这一次请客 因为客人随便的一句话 杀伤了三千多只英灵 后来蔡经被贬 被流放 翟谦的家产也被充公 金人骚扰汴京之后 翟谦也到了贫无利锥之地的地步 最后他沿街乞讨 饿死在街头之上 所以中国古人知道奢侈啊 是既对自身不好 给自己招来灾祸 也对国家不好 所以呢 凡是英明的领导者 皇帝啊 都是率先锤饭 力行节俭 那么宋仁宗 有一个故事啊 我们从中能体会到 他的仁慈 宋仁宗有一次 对自己的进尘说 昨夜因为夜不能寐 睡不着觉啊 突然感觉到鸡肠碌碌 非常想吃烧羊肉 进尘说啊 皇帝您既然想吃 为什么不传旨 要一个烧羊肉呢 你看这个皇帝啊 是贵为天子 富有四海 要一只烧羊肉 算得了什么呢 为什么还要强忍着 不吃也不要呢 宋仁宗怎么回答的呢 宋仁宗说啊 我怕我一旦传旨 所要烧羊肉 恐怕从此以后 就会成为惯例 即使不是每天 都有烧羊肉吃 也会时常都会有 烧羊肉吃 此力一开 这个先力一开呀 就不知道有多少羊 被宰杀呀 岂可不忍此一息之机 而起日后无穷之杀灾 我怎么能够不忍受 这一晚上的饥饿 而去开启日后 无穷无尽的杀戮呢 你看这个皇帝贵为天子啊 他要烧羊肉 要挤只羊 都很容易 但是他害怕呀 这个先力一开 很多人会投其所好 那就不知道有多少羊 被宰杀了 宋仁宗平时在私下休闲的时候 常常是穿着那种 洗了又洗的衣服 他的围杖 被子都没有加纹绣 没有特别的装饰 精致的绣花呀等等 都是用那种特别一般的步驳 还有一次呢 有人像宋仁宗 呈现了28枚隔离 就是一种非常稀有的壳类的海产品 每一枚价值一千 宋仁宗怎么说呢 我这一筷子下去呀 就要花费28千钱 28个嘛 我怎么能够忍受呢 我是不堪忍受啊 这是我不忍心吃的呀 所以宋仁宗 确实是名副其实啊 他的人爱之心 不仅仅推积万民 甚至推积到动物的身上 这就是啊 他这种仁爱之心呢 能够感受到动物的这种疼痛 所以他不忍心去吃 万物和我都是一体的 孟子也说 为什么君子都远离厨房呢 因为厨房里经常杀鸡宰羊 经常看到这些血淋淋的情景 人经常看到杀动物的情景啊 久而久之自己的同情心 测瘾之心就慢慢的淡了 就会习惯成自然 所以要远离杀戮的场景 为的是什么呢 保全自己的测瘾之心 那你连动物都不忍心去杀害 那对于人呢 就更不忍心去伤害了 所以你看呢 有这种一体之心呢 百姓怎么会不被感化呢 所以这些古代的皇帝呢 确实是自己身体力行 为了不开启奢靡浪费之风啊 自己忍着不去吃这些美味 那我们从这里呢 也看到啊 作为皇帝啊 这种做事的敬慎态度 自己的一个动作 一个旨意 都不知道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所以他的言行举止呢 非常的谨慎 那我们现在呢 在搞市场经济 很多人先富起来了 但是先富起来 却没有学理 没有学习传统文化 不知道拿着这些钱 去救济百姓 资助穷苦 做慈善事业 而是把钱用于奢侈浪费 购买豪华的奢侈品上面 特别是中国人一到国外 比如说去意大利旅游 据说啊 去排着队买那个LV的香包 每一个人还不止买一个两个 结果怎么样呢 世界消费品市场很大程度上都是在赚中国人的钱 一个曾经最有文化的国家 现在变成了最没有文化的国家 这确实值得人深思啊 原因何在呢 原因就是没有学习传统文化 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 那么领导者 如果能够提倡节育 节俭 那确实能够起到上行下效 立竿见影的教育效果 所以我们看到习总书记呢 他上任之后 出访的时候啊 轻车减从 吃的饭是简单的四菜一汤 而且呢 不需要呢 讲过分的排场 那么这样带头例行节俭呢 整个社会的奢靡之风呢 也很快呢 就制止了 大家都以宠上节俭为荣了 这呢 就是上行下效的结果 所以人呢 能够懂得节制自己的贪欲 能够安平乐道 喜欢过平淡的生活 人呢 在平淡之中 才能够体会到 求道的快乐 其实人呢 生活可以过得很简单 也可以过得很自在 不是呢 越有钱呢 才越幸福 像孔老夫子的弟子 言回啊 一单时 一瓢饮 在露相 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 这是我们读书人 应该向往和追求的境界 那我们今天啊 就先学习到此地 不足之处 欢迎大家 批评 指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来吧 来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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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